鍾建華博士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 《欄杆拍片》標題是 《香港人要有面對公共財政寒冬的心理準備》 過去這個星期雖然是農曆新年期間 但因為已經步入2月中 距離財政司宣布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只有大約兩個星期 各界都沒辦法不關注到這個階段的公共財政狀況 過去幾個星期 不僅在這裡已經談了一些造成當前香港財政困境的財政結構性原因 也談到過去幾年裡 中共當局及特區政府的錯誤政策 令香港的基礎條件受到嚴重破壞 令制度能促成的日價基礎完全崩潰 以前撒下來的制度紅利甚至需要回套 這些推測當然有部分已經為公眾所感受到 具體數據也肯定可以從2月28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更清楚顯露 到今天為止已經看到有更多人呼應這個專欄之前幾個星期的說法 網上媒體光傳媒2月15日發表了曾經擔任過房屋局副局長的 前學者蘇偉文的專訪 就談到政府當前面對的財政危機基本上無法解決 只能用其他會計方法去頂住線 另一位學者前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也投稿明報 也在2月15日發表 民眾提醒各界債券收益不可以等同一般收入 因為債券是需要償還的 他們的論點與這個專欄所說過的幾乎完全一致 2月2日在這個專欄畢者曾經說過 政府肯定會用盡一切手段做好這盤數 防止香港進一步被國際機構調整評級 到財經年度結束的時候 估計政府會用盡所有會計方法 包括將債券收入 好像經營收入那樣一般入帳 或將較大比例的外匯儲備 投資利潤撥歸政府 也可以將之前撥入各種公共開支 小金庫的撥款部分回收 事實上香港政府已經將發行綠色債券所得的 666億元收入入帳 令政府將截至財政年度第三季的 2089億元經營虧損 大幅減少至1423億元 但這樣的數字遊戲和會計手段 仍然掩飾不到政府財政赤字 急速膨脹的事實 政府會不會在面對嚴峻的財政赤字 及必須向公眾交代的情況下 如不者兩個星期前預言地 將較大比例的外匯儲備投資利潤 撥歸政府 或將之前撥入各種公共開支小金庫的撥款 部分回收 兩個星期後 大家便可見端危 不者個人就相信政府 用這些手法來掩飾當前財政困境的可能性很高 因為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根本就沒有短期的辦法 將香港公共的財政盤數做得比較好看 而且運用這些方法來掩飾香港的財政結構問題 亦早有前方 香港政府曾在2000、2001至2003、04 連續四個財政年度錄得財政赤字 當時政府就向獨立於政府財政之外的土地基金打注意 在2004年時將400億原本在土地基金的款項 專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令政府可以在帳面上將2003、04年度的赤字大幅降低 政府又曾在2014年政府財政比較充裕時 將盈餘中的275億元成立了一個獨立於公共財政之外的房屋儲備金 名義上是穩定房委會的財政情況及針對香港房屋短缺情況及長遠房屋策立的需要 令房委會有充分而穩定的資金來建設更多資助房屋單位 到2015年因為賣地收益理想政府仍然有大額盈餘 為了令政府的帳面財政盈餘減少 舒緩工還要求政府派錢的訴求政府又另外注資450億元這個房屋儲備金 但到了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林鄭月娥希望大展拳腳要運用公共財政及財政儲備 你都為她的紅圖大計明日大餘額住 就宣布將房屋儲備金這個小金庫滾傳下來的 總共824億元分4年回撥政府 有了這些先例 如果政府今年將部分未來基金的資產 回撥至政府一般帳目又有何出奇呢 另一方面據說今年的外匯基金投資表現比預期好 政府亦都大條道理可以將外匯基金的部分投資回報 撥歸政府財政 用上了這些方法 就算不足以令政府轉虧為形 亦可以大幅減少賬面上的財政赤字 問題是這種掩硬法可以如何延續下去呢? 如果香港的公共財政結構 確實已經到了無法再以非經常性收入的增益來掩飾 制度資產已經崩潰 制度紅利不在 或者甚至連一般性收入都減少 政府就算可以盡一切方法 將危機掩飾於一時 亦是拖不了多少年的 如果撇除這些政府可能利用的會計手段 又預計今年的財政赤字 實際上高達1,500億 那就意味著 特區政府連續5個財政年度出現財政赤字 情況比2001至20304 連續4年出現財政赤字的情況嚴峻 如果以累積赤字的總額去計算 嚴重性就更突出 2000至01至20304的連續4年 政府的財政赤字總額是1,729億元 由2,1920至2022、23財政年度 亦是連續4年財政赤字 累積的赤字已經高達5,096億元 總額比之前4年多出3倍 根據財政司長和各界傳出來的口風 政府看來很可能會用經濟手段處理過的財政赤字總額 調較到1,000億元左右 這樣連續5年的總赤字也高達6,000億元以上了 去年的財政預算案發表時 政府預計這個財政年度的赤字只是544億元 政府的財政儲備因而可以維持於7,600億元左右 大約相當於政府12至13個月的總開支 但經過這個財政年度的失算 就算政府將賬面虧損調整到1,000億元 香港的財政儲備仍然會下降到只得略多於7,000億元 在開支項目和開支總額大體不變的情況下 政府的財政儲備只能勉強等同於1年的政府總開支 不至於跌破只足維持1年的這個底線 但這個所謂底線已經遠低於過去歷任財政司長 對財政儲備應該有多少的計算方式 也表示香港政府的公共財政危機已經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了 而7要多強調一次 這是預計政府會以會計手段做數之後的較好看局面 如果政府可能以做數來掩飾的都計算在內 情況會比上述所說的更糟更嚴峻 政府無論用盡一切手段去頂住先 也不能長期頂住 將發債收入當收益來做好盤數都是自欺欺人 面對嚴峻的公共財政局面 政府肯定會向市民的荷包打主意 政府也有可能在短期內採取更多更廣泛的折留措施 到時無人可以置身事外 也無人會不受損害 香港確實需要有勒緊庫頭 面對公共財政寒冬的心理準備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資在指出相關制度 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隨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資歷行 和人之間的回復